就是娛樂特派員大凱 奇怪 怎麼我的小幫手 還沒來呢 在哪裡呢 怎麼你們三個好可怕 來... 上來... 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任務是什麼 好不好 來 Ryan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任務是什麼 來喔 1 2 3 小黃瓜三根 你們知道 你們剛剛有看腳本對不對 你們怎麼會知道啊 阿姨姐姐跟我們講 什麼 誰跟你講的 看 喔 你怎麼偷看 偷看我的任務 好 沒錯 我們今天要找的就是 就是小黃瓜三根 至於要去哪裡找呢 來來來 我們先 暫前討論一下 小黃瓜三根 你們覺得要去哪裡找 剛剛賣翻簽子 剛剛那裡 剛剛... 你們剛剛有來 你們剛剛已經去廠刊過了嗎 好 那我們就出發吧 立馬出發 走 好 那我們要去賣翻簽子 看到了我們的任務 去什麼 賣番茄的地方 那你們還認得賣番茄的路在哪裡嗎 你現在在走的 吃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小番茄一人一顆 謝謝姐姐 真的好開心喔叫我姐姐 來囉 你看喔 我們剛剛吃了番茄 我跟你講番茄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OK 謝謝姐姐 走走走 出發 什麼 這裡 這麼快就找到了 你找的這個是 你確定這個是小黃瓜嗎 對 這個很彎耶 你確定它不是拐杖嗎 不是 你們確定它是小黃瓜嗎 確定 你沒有發現它們長得有點不一樣 這個很彎耶 你去 可是它也有 它也有自私 它也有自私 所以你們確定是它了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完成任務 我們是不是要來跟老闆說 老闆我們要買小黃瓜三根 來 當聲跟老闆說 老闆我們要買小黃瓜三根 你問老闆說多少錢 多少錢 算你55塊就好喔 算你55塊就好 老闆算你比較便宜 收你100塊 對 找錢給你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老闆長得很眼熟啊 老闆帥不帥 帥 帥 帥哥老闆 好 那30塊就好 來 算你30塊就好 找你70 好 謝謝你 謝謝老闆 來 謝謝 我們謝謝老闆 謝謝 不客氣 走走走 我們剛剛大家都拿了小黃瓜對不對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可不可以請老闆幫我們介紹一下 小黃瓜要怎麼挑選呢 其實一般喔 因為我們這是有機的小黃瓜 那一般人習慣挑小黃瓜 會喜歡挑這種 比較長 比較直 但是呢 有機呢 它其實長得比較天然 所以有時候會帶一點彎 甚至呢 有大小頭 甚至像這樣子 對 其實呢 只要前後摸起來 它是硬的 就表示它新鮮 喔 就是前後的頭 前後摸起來是硬的 來 摸起來是怎麼樣 硬的 硬的 來來來來每個人都摸摸看 有沒有硬硬的 對 可是可以軟的 軟的 中間是軟的 可是Rion 頭是不是硬的 你摸這邊 是 頭很硬對不對 那這邊也是很漂亮 老闆 可是那 因為一般消費者 有時候都會要求說 小黃瓜要很直很長 這個有跟口感啊 或者是營養健康有關係嗎 其實跟口感跟營養 都沒有關係 那天然的東西 本來就是 像我們人一樣 高癌胖瘦 所以呢 它是天然的 長的就是這樣子 也不要刻意去強求 因為有一些東西 如果你要讓它特別值 那要有特別的方法 那我們這種天然有機的東西 它不會去做刻意的處理 所以呢 長相對位是這樣子 了解 那我剛剛看到你 就是你在包小黃瓜的時候 特別用紙包起來 這個是不是在保存上面 有什麼特別的訣竅啊 對 我們那個是食品級的包裝紙 那用那個包起來的話呢 通常的保存期間 可以稍微久一點 喔 那正常小黃瓜 可以放多久 其實 如果 東西還是要新鮮吃啊 那如果說你適當的保存 放在冰箱裡面的話 你放個三天 所有是都可以的 好的 那我們剛剛呢 成功的挑選了小黃瓜 我們也先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沒關係 所以呢 今天我們的任務怎麼樣 一二三 成功